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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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听见风说 听见雨说 听见雨说 爱的誓言那么真 句句话都在心 放声大哭 为伤痛的心找条路 就算眼泪已干 像花儿一样貂残 却不放弃 飞呀飞 飞呀飞 大眼年年在半前 今年大眼心而乱 已被放弃 霜齿无力落沙滩 就算落下沙滩 就算落下沙滩 也愈合却 懦弱强势在里肩 大眼依旧在半前 你却已在别人身边 你却已在别人身边 为了曾经的诺言 用生命和爱情去兑换 飞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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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呀飞呀飞 身边 哪里知道 十五年后的偶遇 使得她和自己 背负着的情相连 将被彻底地卷入一场 旷世的恶梦之中 娘 娘 怎么回事 这姑娘是谁啊 前面我在读书的时候 看到她被淹了就救了她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醒 就带她回家了 娘 她会不会死啊 别说了 先背到娘屋里去 快 来 怎么还没醒啊 娘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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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拿姜汤 姑娘 来 坐起来 喝姜汤啊 来 姑娘 你姓甚名谁啊 姑娘 府上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或许是 亦是忘了 喝碗姜汤去几寒 来来来 来 慢点 慢点 姑娘 怎么称呼你啊 府上有些什么人 做点什么生意呢 我 我不知道 我 我头疼得厉害 好好好 不问了 不问了 别想了 孔王的孩子 这模样 长得这么俊俏 怎么一万三不知啊 我想可能 什么都忘记了 叽叽 护叽叽 木兰当护枝 不闻 鸡柱声 唯闻 女叹息 问女 何所思 问女 何所以 公子 姑娘 叫我什么事啊 我是如何落水的 这我就不是很清楚 我今天早上在那里沉毒 看到你顺流而下 多谢恩公相救 举手之劳 不必客气啊 敢问 恩公贵姓啊 小声 臣是美 臣公子这么爱书 手不识卷的 我是个书呆子啊 无非就是 走书呆子的路 过了会是 过乡事 希望能求一官 扮职罢了 臣兄越是谦虚 就越说明 你心里有一番报复 谈不上什么报复 不足挂痴 娘啊 好了没有啊 来了来了 来来来 趁热吃吧 就是不知道 吃不吃得惯 怎么会吃不惯呢 这是白面呢 没关系 不用客气 看这位姑娘的衣着谈吐 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怎么吃得惯 我们家里的粗食呢 我真不知道自己是谁 没关系 过一阵子就恢复了 这吃不惯 该怎么办呢 没事的 我喝点水就行了 那怎么成呢 人都已经就进门了 好歹得想办法养活呀 我去把那些蛋拿出来 娘 我过些日子呢 要 你放心 你去书院要用的银子 娘给你存着 那您坐 我去煮鸡蛋 坐坐坐 多谢陈公子 你别客气 以后在这儿啊 就像自己家里一样 嗯 我家究竟在哪儿呢 别急 先把身体养好 以后再做打算 谢谢伯母 伯母 怎么家中只见陈公子和伯母呢 我的练儿 夫人 多怪小巧没照顾好小姐 哎呀 哭什么哭 哭有什么用啊 那你 儿师 怎么样 太守宇同意派兵协助搜寻 另外寻人告示爷已印好 已派人四下派发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夫人 你听见没有 孩子会有银心的 嗯 嘻嘻不喻嘻不养银心 不吻银助声 维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你 又忘记了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意无所思 女意无所意 对 叽叽护叽叽 木兰当护之 不闻鸡柱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意无所思 女意无所意 姑娘 你刚刚才好 不如去歇息吧 不爱是的 我好像以前就经常整理书籍 刚看见你书架上有点浮沉 那也好 可能你这样做会对你恢复记忆有点帮助 那你小心点吧 啊 嗯 嗯 踢脊腹鸡鸡 木兰当护之 不闻鸡鸡声 唯闻女叹息 我 广之后 照闻女喝醉 小心 姑娘 姑娘啊 姑娘 你醒醒啊 姑娘 姑娘 这只 ernst 得罪了 得罪了 多谢陈公子 又救我一次 举手之劳啊 那本书给我 你先前整理的时候 这本书是不是 让你想起了什么 我 这本书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事的 别想了 你也累坏了 回去歇息吧 那 那我去找点事做 哪里会有这么巧呢 这 这 是没 着火 水 水来啦 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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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想给你们烧饭吃 你呀 你呀真是厉害 给我烧顿饭 差点烧了我的厨房 你的脸脏了 别动 你的手 你的手比你的脸还糟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准备给你做饭来着 没想到 还真把一个芋头 还真把一个芋头给烤熟了 也算是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对 你看 干净了吗 嗯 那边还有一点脏 我 我自己来吧 是不是刚才弄伤的 让我看一下 还疼吗 我去拿药构给你涂一下 你以后啊 不要再做家务了 我不做事也很不舒服 可我怎么都做不好 你当这是自己家就行了 我呢 应该大你几岁的 要不你就当我是你的 哥哥 刚刚才叫你不要做家务了吗 我来我来 我来吧 没关系吧 看看你 叫你不要做吧 来来来 还是我来吧 我来 陈兄 这些是你这几天要看的书 这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你最新做的批注 还望姑娘指教 批得很细 可我却看不懂 没关系 没关系 等你过几天好了 就能看得懂了 对吗 嗯 这姑娘 能干活 性子又好 还能配师妹读书 这姑娘哪儿都好 就是脑子 就是脑子 父皇 我要出宫 我要出宫嘛 儿臣都这么大了 都没有去过两户游信呢 哎 我说 我说 招招啊 你只要一出宫就会惹事 伤疾无辜呢 不好 伤着你自己呢 更不好啊 父皇 你就让我出去吧 我出去一次 一次就好 哼 哎 招招啊 你是劝不动朕的 你要想出宫 那是不行的 哈哈 母后 您让我出去吧 父皇都已经答应我了 叫我问您来着呢 父皇怎么说的 父皇说 他都很想陪我出去 好好玩一次 我劝他别去 怕他身体受不了 嗯 你这出去 总得有个人陪着你啊 哀家是说 叫小王爷赵真陪着你吧 这孩子沉稳机智 而且你们又熟 哀家这就传他进宫吧 不用不用 儿臣自己去报王府请他 谢谢母后 这孩子 曹公公 奴才在 传哀家一旨 命湖北节度使 王安节 沿途保护公主 若有差池 为她试问 遵旨 去吧 江南可采莲 莲叶和甜甜 姑娘 你会背汉岳府的这首诗 我 我会吗 你刚刚自己背的呀 江南可采莲 莲叶和甜甜 连夜和甜甜 鱼系连夜间 我怎么会这首诗呢 我想呢 姑娘一定是出身于书香门地 而且你很像我儿时的一位小妹妹 是吗 那她叫什么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过 我一直都记得 她叫小莲 小莲 姑娘你一直都没名没姓 不如 我以后就叫你小莲 好啊 我就叫小莲 小莲 那我不烦你媳妇了 嗯 不烦你 呢 不烦你 是我的 这里 我 呀 ßuv 7 参见王爷 您问这也叫练功吗 你过来 王爷 练功的时候得用心 下手的时候更要用劲 王爷 王爷 假模假样的 日后怎么能够争刀真枪的干呢 如果说不好好用功练习武功 别怪本王在背后助你们一臂之力 告诉你们 只有用心练功才可以活命 参齐 属下在 别以为你武功高强就不好好练功 记住了吗 遵命 王爷的意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如果将来想活命 就击倒你们眼前的对手 是 卓仲啊 现在行事在即 每日必须加训一个时辰 是 报 报 小王爷与公主前来两壶游丸 即将进入襄阳地界 下去 是 这中宫没有太子 我一旦干掉赵镇 这普天之下 还有谁和我真夺皇位呢 王爷 王爷如此深谋远虑 必成大业 周仲 在 你废话少说 好好地准备一下 准备待客 属下马上去安排 买波 买波 上好的头子 这料子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暖和不暖和 你觉得呢 伯母 是您自己穿吗 不是 是为室美啊 赏金赶考准备的 后包还行 老板 那块布怎么卖啊 八十个铜板 您拿走 八十个 那布 顶多也就二两银子 请一百个铜板 才值一两银子呢 什么傻子呀 不买了 走吧 走 有病吧 你这双玩啊你 这是你绣的 伯母 这不是您刚才教我的吗 我才教了你几针 你 你就绣成这样 你的手工比我还好啊 伯母过奖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绣成这样了 娘 我行李快准备好了 孩儿明日就要上路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姑娘 以后当这儿自己家就行了 我娘啊 会好好照顾你的 哪是我照顾她呀 你没看人家成天忙里忙外的 你从小用功 读书我是不担心的 我现在担心的呀 是这姑娘 她流离多日 家人肯定急坏了 苦无对策 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总之我到了军州 我就找衙门打听打听 你说什么 我 我说去衙门打听打听啊 不是 军州 对 军州 我家好像就在军州 真的 军州 我不知道 好像 对啊 她是顺流而下的 河流的上游 正是军州啊 陈母一直隐瞒着陈寻冤死的秘密 因为陈母不想让陈师妹的内心 充满着仇恨去过一辈子 这次 她特意关照侍媒去报考余悦书院 而不是那个容易揭开往事创发的 汗轩书院 那就好 上路吧 娘送你们 娘 送到这里就好了 我会照顾她的 到了军州之后 我就会帮着打探消息 但凡是大户人家 就多留点心 伯母 好孩子 这儿就等于是你家了 有空常回来坐坐 伯母放心 小莲定会回来的 好 走吧 趁天色还早 好上路 你要保重啊 娘 好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吧 妈 走 走 师妹啊 不管能不能找到她父母 都要让她常回来坐坐啊 知道了 好了 赵赵 不要再胡闹了 快点回宫吧 不然 黄叔要担心了 这么难得才出来一次 让我多玩一会儿嘛 郑哥哥 听说前面很漂亮 我去看一下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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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了 赵赵 不要再走了 很危险的 我们回去吧 郑哥哥 前面还有更好看的呢 我去看看啊 接一会儿 公主 赵赵 那我们在这儿戒备吧 是 公主 公主 再往前就到襄阳了 咱们让侍卫长赵甲 去禀报一下襄阳王 让他接待公主吧 不用啦 不用去麻烦襄阳王叔了 我们自己偷偷去吧 你去那边 我去这边 好 你们干嘛 公主 救命啊 小王爷 公主被抓走了 怎么办呀 传召奖 你要干嘛 你别过来啊 大胆反贼 你不要命了 你知道我是昭阳公主吗 小心我要你的脑袋 杀你全家 抓你救足 毛大人 依你推断 到底是谁想自杀本王 这 还能有谁 襄阳王 可是襄阳王不会奔倒 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 行刺小王爷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活着就是想浑水摸鱼 但是现在 昭州呢 昭州人在哪里啊 手下已派人四处寻找 仍未找到公主的下落 我黄渤 就昭州这么一个女儿 要是昭州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们全部都要人头落地 小王爷 公主找不到了 那可怎么办呀 我 小王爷 要不你给我派两个侍卫吧 侍卫 你给我派两个侍卫 送我回皇宫 我告诉皇上 让皇上派遇前侍卫 一定能找到公主的 不行 丢失公主是灭门大罪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皇上和皇后知道 来人 有 元宵给我押下去 是 小王爷 公主丢了已经是死罪了 如果再隐瞒 那就是欺君啊 小王爷 造假 你马上回到城里 去探明公主的下落 并且要好好看住元宵这个丫头 谁要是走漏了风声 格杀勿论 是 在世美幼年的记忆里 根本没有汉轩书院 曾经的血腥风雨 而小莲那纯真美丽的脸庞 总是一丝若隐若现地 出现在她的脑海 母亲虽然不让她 去皇家之属的汉轩书院读书 而是去民间的愉悦书院 而她对这个 直接通向飞黄腾达的汉轩书院 却情有独钟 这么说 你骗了你娘 也不算是骗的 我的确是去军州求学 只不过考的是汉轩书院 汉轩书院 你知道 汉轩书院 别想了别想了 一会儿又要头疼了 只不过 我娘亲对这个书院有点成见 那陈哥哥 为什么你还要一心考汉轩书院 室美毕生心愿 就是求取功名 能进入汉轩书院 就代表半只脚迈进了朝廷 那你 真的很向往荣华富贵吗 我只想上报天子 下框设计 陈哥哥 你志向远大 反应机敏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借你吉言 那你呢 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我希望 我能快点找到我的家人 可以快点找回我自己 好 快了 很快就会找到的 要是找不到呢 找不到的话 你一辈子跟着我 我是你哥哥 你是我妹妹啊 可是 我可能会是累赘 哪有哥哥说 自己的妹妹是累赘的 公主 该上路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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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宫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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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公主 我们该上个路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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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救我 有人追杀我 二位 各见一个年轻女子 到这儿经过 是不是穿蓝色裙子的 正是 往那边跑了 姑娘 没事了 你快起来吧 姑娘 姑娘 她有没有好一些啊 可能是受了惊吓 一直不是很舒服 姑娘 怎么称呼你啊 日间那个壮士 为什么追你啊 我 这附近 都是襄阳王的地板 郑哥哥又不知在何处 我断不可轻易 暴露身份 姑娘 你们是谁啊 小生陈世美 此行乃是赴军州赶考 这位叫做小莲 她呀 她是你娘子 不不 是我落水失忆 陈兄救下了我 此行是来军州寻亲的 我 我叫元宵 此行是陪我少爷小姐去两屋游玩 齐料遭遇歹徒追杀 信得两位相救 谢谢啊 同是天涯沦落人 那你可知道 你府上的人现在在哪里 我哪知道啊 君州是大城啊 好多去两湖游玩的人 都会去那里的 没准你府上的人 也会去那里啊 我不知道啊 我在这儿 人生低不熟的 要不元宵姑娘 你和我们一起上路吧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陈哥哥 你觉得呢 好啊 元宵姑娘 元宵姑娘 看来要带她去看大夫 走开 走开 让开 让开 走开 走开 这儿一家不乱 都给我收齐了 是 是 来了 来了 大夫 大夫 你快帮我看看 我妹妹晕过去了 无粮诊费 无粮药费 你们带齐了没有 大夫 你怎么开口就是要钱呢 你们不看正有人找我去看呢 不如换第二家看 可元宵现在病症 他竟找不到大夫 拖下去不看 我怕他命保不住了 十两啊 汉轩书院报名费 也只收五两 陈兄 那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我出门时 娘一共才给了我六两 这样吧 你在这里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陈哥哥 你去哪儿 我想去当铺 当点衣服 拿点钱回来 那元宵的命就有救了 把这块金牌当了 总够了吧 哪儿来的 从元宵身上拿的 那万万不可 这乃是人家的信物 怎么能当呢 可眼下为了救元宵的命 把这个当了 总不为过吧 这 元宵的命 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呢 说得对 那我去了 好吧 为何当我去了 湘阳王的走狗 我们跟你多时了 赵阳公主在何处 什么湘阳王 什么赵阳公主 我不认识 姑娘 姑娘 大夫 他看起来很痛苦 去看看他吧 钱呢 在路上很快就来了 看病付钱乃天经地义 我这小本生意 不是专门做膳事的 老板 急用 当东西 急用 我就喜欢急用的人 哪里来的 君州 不是问你 是问他 家父祖传下来的 想当多少钱呢 一百两银子 谢谢啊 五两 掌柜的 您行行好啊 我救人要紧 要不然 您先给我当二十两 然后我拿三十两来数 说得比唱得好听 求求您了 就十二两吧 行 换我腰牌 腰牌 不换我就 就 壮石 壮石 壮石你没事吧 壮石 壮石 醒醒啊 大夫 十两银子你收了 你保证医好它才行哦 每三个时辰服医剂 若两日之内能退烧 当无大碍 两日之后还不能退烧 那我也回天乏力了 先拿着药方抓药去吧 好 我去拿了 谢谢大夫 麻烦了 姑娘 这女子真是你妹妹吗 实不相瞒 他是我偶然救下的路人 大夫 您连这个都看得出来啊 观象之术 老夫也略懂皮毛 好 姑娘 伸出手来 让老夫给你也把一下脉吧 好 姑娘 你所中寒毒 比这女子更甚 之前 你是否患有失忆之症啊 是 我总是 不记得以前的事 大夫 这能治好 寒毒好趋 失忆 就不太好治了 快择三两日 慢择三两年 要不 我写个方子 抓几副药 不用了 今日的银两 怕是不够 若是寒毒入骨 恐怕就不太好了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是生是死 也没那么重要了 对 我 就不约了 我 不约了 就不约了 我 你 我 不约了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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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钱 没钱 你开个屁当铺啊 少爷 这是 纯金的 这是人家刚当的 老头子 你不是和我装穷吗 这是 这是人家刚当的吧 人家当的可是活当啊 管你死当活当 你要敢不给我们少爷 你说你是当死还是当活 走 少爷 走 少爷 少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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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请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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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老头子 还 少爷 房子 元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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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儿痛了 泪儿静了 爱也远了 雨碎了一滴 那是谁的泪 气质力破碎 那是谁的罪 美酒总是世人罪 酒醉心却更累 春雨消失的美丽 失去了太珍贵 到底怎样才算对 我始终没有学会 我又把一切埋葬 才记得反对 晤月儿圆了 因儿淡了 心而空了 似而断了 情也撩懒 风吹了一夜 那是谁的安晚 愿会飞烟灭 那是谁的干脆 谎言总是世人醉 随得让我们麻省 浪费再多的安乐 因为我已无法后退 到底怎能再算对 我始终没有学会 唯有把爱情埋藏 在情侣的分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